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ris 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先在这边感谢一下 马来西亚基隆坡 Mid Valley AWG这间表店 借小刚拍摄这一支手表 那这个7th Friday 那喜欢的话可以到这个 喜欢这个品牌可以到这间店去询问一下 或是这一支表间小刚做这个影片 这一支呢 规格会写在下方 那其实很多朋友都经常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 非常喜欢这个品牌 对这个品牌非常有兴趣 都经常问小刚值不值得购买 那这一支表为什么那么好卖 为什么那么受到欢迎 尤其是前一阵子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 基本上每个人都想追一款 那今天小刚就来聊聊 其实7th Friday 今天我会拿这一款表来做影片 就是由于它没有之前那一些 出的比较花俏的颜色 那这一款小刚个人就比较喜欢 因为拿上手整支不锈钢的那一种重量 也是非常非常有分量 而且这个不锈钢这种抛光磨砂 这种处理的打磨 做的就是非常有档次 让我觉得 那今天说到7th Friday 就是我们口中常讲的 民间说的这个七个星期五 那它属于一个比较新的 这个手表的这个品牌 主要设计了十分的前卫跟潮流 甚至这个表盒也是 你看非常的独特 一看就是吸引你的目光 那所以深受这个年轻人的喜爱 尤其是这个7个星期五 是创立于这个2012年 在瑞士这一边 那这对于很多朋友 其实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毕竟这个怎么说呢 瑞士这个万表品牌来讲 还是深入明星的 不过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来聊聊 它主要方形的这一种 刚也看到大表盘 是它这个主要七个星期五 7th Friday的这个招牌的造型 加上它这个这边裸一下 那边不裸一点 这边切一点不切一点的这个面盘 机械感是十足 加上这种五颜六色的搭配 非常多的选择 戴在手上 确实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帅气 而且回头率也非常的高 这个可以说是 小光个人觉得 今天能如此火爆的原因之一 所以非常的厉害 甚至其实由于它是2012年 创立于这个Zurich 这个瑞士这一边 那主要其实说白一点 不用去隐瞒 它这个机芯 它是采用这个 用了配上了这个 锡铁城 Citizen旗下 米尔大的这个 日本的这一种机芯 然后它的组装是在这个香港的这种 但是品牌讲 它这个还是有这个瑞士的这一种 quality啦 这一种质量啦 这样子 那所以有些人还是会觉得 它是一个原创立于瑞士的假瑞士品牌的一个手表 那但是我个人更觉得它卖的更多是它这个设计 独特的这个造型 非常有个性的这个外观啊 这些都是让人非常可以值得去肯定的 那因为你看哦 呃 甲表的市场啦 就是都会去抄 都会去推出这一些这个品牌啦 就证明了 它是有这个市场 它是可以受到肯定的一个一个品牌啦 做了这个是非常成功 这个可以用来证明它一点的 这个是无用之一的啦 所以其实整体来讲啦 七个星期五属于 对于我小刚啦 它是比较属于一个高级流行时尚的一个品牌啦 目前来讲啦 因为它没有太长的那个时间的洗礼啦 谈不上几百年的历史 那所以你不能说它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一个经典 那日后至于很多年啊 是怎么样呢 我们还不知道 再回头来看的话呢 七个星期五是否还能一直受到欢迎呢 这个就另外一回事啦 到时候我们就能再去看啦 哪怕是一个十年二十年之后 所以最后来说 想说的话 七个星期五 七个星期五 值不值得买呢 其实一款手表值不值得购买 是在于你自己喜欢的程度啦 比如一个鞋 一个衣服啦 如果你是不喜欢的话 再便宜啦 我送给你 你可能也不会拿来带 你也更不可能会去购买 更何况是对吗 去穿去带的话 但是如果你过于喜欢的话 而在于你有能力的情况下 你摇摇牙关 其实还是会买 因为我们都是会买 自己最喜欢的东西的嘛 就好像有些人 问了意见之后 最终还是会选择 自己喜欢的那一款 可能有些人说它不好 但是还是会买 同理的seven friday 七个星期五 要不要讲 中肯的说一句 说不起它性价比 可能好像瑞士名表 那么的高 那一种记性 但是其外观的设计 是真的非常用心 而且非常的独特 这个是值得表有去肯定的 如果喜欢的话 还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下期再见